这个大叔很奇怪 明明是个富豪 却住在最破烂的平民区 做着一份开垃圾车的工作 他一有空就会义务帮邻居刷墙 但你看着满辈的纹身 就知道此人绝不是个好好先生 他平日沉默寡言 却会主动关心这个黑人罗莉 给他做爱心便当 还送他拉风单车 奶奶警告男人不要打孙女的主意 他也不辩解 只是心里默默苦笑 这天大叔下班路过 看到罗莉独自坐在门外 原来他把钥匙落在家里了 而奶奶要很晚才能回 他便把女孩带回家给他做顿好吃的 饭后 罗莉看到一个成就的手提箱 好奇地想打开看看 随之大叔却一改往日的和善 飞起一脚踩住香盖 真怕被看到里面的东西 女孩有些受伤 头也不回地跑了 从此之后两人便渐渐疏远 甚至和帮派男孩混到了一起 大叔劝他早点回家 女孩却呛他又不是自己老爸 眼看对方围了过来 男人摇上玻璃驾车离去 他不是怂了 而是去拿衬手兵器 入夜 男人找到了罗莉的单车 他敲开大门 这里果然是一处帮派窝点 正儿欲聋的音乐声中 几个混混正要对罗莉不轨 大叔抄起扳手就上 在音乐和烟雾的掩护下 一路砍瓜切菜 不一会儿就干翻了所有人 每个混混脑袋上都挂了彩 大叔把罗莉扶出屋子 交给文迅赶来的奶奶 可他不知道的是 自禁一闯下杀身大祸 大叔未救罗莉 把一群小混混打成了猪头 可其中一个却是黑老大的儿子 眼看脱下去就要毁容 黑老大却不肯送他看医生 说要给他留个教训 这可不是在为女孩讨还公道 而是在警告儿子忤逆老爸的下场 原来黑老大以鱼垫做掩护 做着贩毒的身影 更兼身性暴力 动不动就取人性命 儿子不愿继承家业 并和一群黑人混混称兄道弟 黑老大不爽很久了 但道上的人讲究一个面子 儿子被人打成这样 做老子的不能不管 黑道必杀令一出 无人可以生还 何况还有黑警帮忙 此时大叔已经带上罗莉和奶奶 踏上逃亡之路 一辆警车将他逼停 警察没有马上下车 而是在等待铲雪车通过 大叔感觉有诈 赶紧一脚油门跑路 通过一个弯道后 急杀飘移躲进了视线盲区 顺利甩掉了警车 一行人来到了休息区 罗莉带着奶奶去吃东西 大叔则四下溜达 挑中了一辆皮卡 三下午除二打着了火 随后停在门口等着接人 此时黑老大的手下路过 发现了大叔的车 四个蒙面大汉便进去抓人 留在车上的那个 发现门口的皮卡很可疑 抄起斧子就要过去一探究竟 可大叔早就预判了他的预判 一把螺丝刀让他永远闭上了嘴 餐厅内 罗莉和奶奶已经被逼到了死角 大叔再次神兵天降 逼则的空间内 人数优势发挥不出来 一对一他们哪里是大叔的对手 几个回合后就被纷纷放倒 大叔将罗莉和奶奶藏了起来 但他知道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不除掉黑老大 自己和罗莉一家将永无宁日 而另一边 黑老大也得知了大叔的真实身份 原来他就是美利坚杀手榜 排名第三的金牌杀手 人送绰号清洁工 因为一次疏忽 导致女儿夭折 心灰意冷之下退隐江湖 偶遇罗莉后 便将自己对女儿的爱投射在他身上 也正因此豁出命去 也要保护女孩周全 黑老大不敢掉以轻心 召集了全部弟兄 把家里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可没想到外围的兄弟如此不堪一击 连个屁都没有就被大叔通通放倒 黑老大正在给大家敬酒 一辆垃圾车撞烂墙壁冲进屋来 紧接着一声巨响 室内陷入一片黑暗 大叔举起喷子 一枪一个 两枪两个 三枪三个 休息一会儿 再来一次 帐楼之后 一个男人突然冲出来 两人展开肉搏 在绝对力量面前 男人很快落入下风 大叔控住对方双手 偷出信号枪塞进了他嘴里 剩下的便是和黑老大的最终对决 两人你来我往不分胜负 可此时黑老大的儿子举枪出现 大叔闭上双眼等待自己的结局 可出人意料的是 少年竟将子弹全部打在了父亲身上 故事的最后 罗里和奶奶回到了家中 他们感谢清洁工的救命之恩 而大叔却说 其实是你们救了我 我是CC 喜欢就点个赞 关注我 下部电影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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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